公车女司机遭坏人欺凌,车上的乘客只顾为官,最后女司机与他们同归一尽,本期立哥带短片《车44》,44路公交车女司机婷婷载着一车的乘客,行驶在一条偏僻的小道上,婷婷穿着一身的红衣服年轻貌美,心地十分善良。 当蹲坐在路边的小张跑到小道中间,示意公交车停靠时,婷婷缓缓地停下车子,烧上无车可大的小张。 小张拿着行李走上车,付了车费并与婷婷搭讪两句后,便坐到座位上休息,很快就睡了过去。 婷婷驾驶着公交车继续朝着前方开去,结果半路被两个人截住,婷婷本以为他们遇到麻烦,还准备想帮个忙,不料对方就是劫匪,专门打劫路过的公交车。 两名劫匪一上车,便让乘客们和婷婷掏出钱来,如果不愿意交钱,就只能遭受挨打。 不一会儿,劫匪收起了车上所有人的钱,正当他们打算离开时,一名身穿白衣的劫匪竟然挺有点姿色,心里顿时起了闲眼。 随后,白衣劫匪强行将婷婷拉下车,不管婷婷如何求饶,劫匪就是不愿放过她。 紧接着,婷婷被拉到草地里头,受到惨无人道的欺凌。 坐在车上的小张见状不愿袖手旁观,她在车门口挺靠了一会儿,便以无反顾地朝着劫匪们奔去。 有一名男乘客也想跟随小张下车,却被坐在一旁的老婆拉住。 小张顾身一人去救婷婷,而坐在公交车上的乘客们只是将头探出窗外围观,没有一个人下车去帮助婷婷。 最后,势单力薄的小张大腿被割伤,婷婷则遭遇了抢匪的性侵。 但凡有三四个乘客下车帮忙,如此惨剧便不会发生。 得逞之后,劫匪们兴冲冲地跑走,身心受到侵害的婷婷整理好着装,快步走上公交车。 她用愤怒和无奈的眼神盯着车上的乘客们,随后便趴在方向盘上痛哭。 她不懂为何没有人伸手帮忙,此时的婷婷内心满是委屈。 恋人出乎意料的是,当一拳一拐的小张准备上车时,婷婷却强行拦住她,便将她的行李丢下车,直接把公交车开走。 小张感到莫名其妙,明明自己是唯一下车去救她的人,怎么就被赶下车了呢? 小张独自一人走在路上,没过多久,运气爆棚的她再次拦下一辆车,可上车没多久,小张就看到路边发生了一场车祸。 心生好奇的小张下车查看情况,从警察的口中得知,44路公交车出了车祸。 原来婷婷载着一车的乘客供服黄泉,而之所以将小张赶下车,就是因为只有她挺身而出,婷婷不想带着小张一起死。 知道真相后恍然大悟的小张,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,汹涌的人潮在街上穿梭,疯狂抢夺我的善良和怜惜。 善心正一点点地被消耗,最终只剩下了冷漠的躯壳,以及惶恐般的眼神。 我向这个余温近视的世界敞开内心的大门,世界却将我扔进深渊,无论如何叫喊,总是被冷淡逼迫得无法呼吸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立歌,原作灯展,照亮。